在被打压了四年之后,现在的华为到底活得怎样呢? 昨天下午,孟晚舟亮相了华为的财报发布会 那么这一次距离她上次参加这个华为的财报发布 已经间隔四年时间了 我们都知道,这些年华为遭受了多轮的严厉制裁 供应上受限,手机的销量大降 2021年,华为手机已经是跌出了全球排名前五的位置了 那么到底现在华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呢? 根据这一次财报发布会上的数据 2021年,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6368亿元 下滑了28.6% 基本上是倒退回了2017年时的水平了 但是呢,净利润却有1137亿元 同比增长了75.9% 于是呢,我们看到网上是一片 华为最牛,太厉害了,打心力佩服的赞美声 但实际上华为的业绩并不像我们所看上去的那么靓丽 为什么?华为的收入在大幅下降 利润却大增75%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它今年计入了储置荣耀等等子公司的净收益 574亿元 如果把这块都扣除掉的话 那么华为2021年的净利润就只有563亿了 是同比下滑了大约13%的 也就是说其实 华为的这份2021年的财报 实际上是收入和利润在同时大幅下滑的优报 其中的消费者业务更是同比下滑了接近50% 但是呢,即便是销售业绩在下滑 华为依然是投入了1427元的巨额研发费用 它用全年收入的22.4% 在不计代价的培养未来的增长潜力 正如孟晚舟所说的 华为最大的财富不在报表上 而是人才和研发投入 此外呢,尽管手机业务在大幅的下滑 但是华为的企业服务 还有物联网业务还在高速的发展 尤其是物联网 华为的手表 还有耳机等等的智能穿戴产品 在有一定市场份额的基础上 又大幅增长了30% 未来呢,这一块很可能会取代手机 成为华为的下一个增长点 客观来看 去年的环境这么难 华为还能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呢,依然是任重道远 在这里呢,也祝愿华为能够早日走出困境 也希望咱们中国的科技企业 能够早日雄起 这才放假第一天又开始跌了 道指跌了500个点 A50大跌了2.5% 此外呢,美联邦又在被双重危机所困扰 什么危机啊 一个是联邦没有钱了 面临着关门停摆 一个是美债还不起了 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风险 这还能让人好好过节吗 当然能啊 人家演舞台剧呢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先说说停摆 就昨天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了 同意借点钱 保证联邦有足够的资金运转到12月3号 其实老九菜们都知道 这根本就不算个事 你去搜一下新闻 就会发现每年都会有条新闻 说联邦要关门啦 然后又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 那可是个法治国家哦 联邦违法了 修改一下法律就好了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然后再说这个美债违约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先复习一下美债是咋回事 就美联邦政府呢 每年要花很多的钱去支付军费 研发费用 福利费用 还要投一堆的项目去刺激经济 那没有钱了怎么办呢 发债借钱 发给谁呢 美债最大的买家就是美联储 过去的几年有一半的美债 都是被美联储给买走的 那其他的买家 包括有各国的央行 以及全球范围的投资者 美联邦发行美债 再由美联储把这个美债买走 这本身就是一个印钞票的过程 美联储会根据美债的面额 印刷等额的钞票 然后再把这些钞票给美联邦拿去花 自从美元脱离了黄金的某定之后呢 美债的发行就开始hold不住了 不知不觉间 美联邦已经欠了29万亿美元的债务 其实根本就还不起 唯一的办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 到今年年底又有一批美债要到期了 那美联邦又要借点新债来 偿还到期的旧债了 可是人家还有个法案呢 叫做债务上限法案 这个法案规定了 美联邦最多可以借多少钱 可是现在29万亿美债的规模 已经超出债务上限了 没有办法再给你借钱了 所以你会看到最近这个财务总管 耶伦大妈多次发警告说 哎呀今年10月份美债要面临违约了 会带来大范围的经济冲击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呢 但不要忘了 人家是法治国家 人家是可以修改债务上限法案的 1960年以来已经78次提高 或者是暂停了债务上限 所以你看现在耶伦大妈在呼吁的是 要永久取消债务上限 所以啊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担心太多 大概率对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顶多呢就是再印一堆的美钞 让全世界一起帮忙消化这个通货膨胀 然后呢你可能买个肉夹馍 又贵了一块钱而已 所以呢不要担心太多了 节日快乐 好好享受假期吧 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份逆天的一季报预告 九安医疗公布说 预期2022年的一季度 他们的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40到160亿 同比增长36707.43%到41965.63% 是的你没听错 140亿的利润400倍左右的增速 要知道去年全年九安医疗的利润不到10个亿 2020年2.42亿 19年6000多万 18年1000多万 17年还亏了1.66亿 所以你可以算算这一个季度 九安赚了多少年的利润了 难怪今天股价开盘就一直涨停 那除了已经持有他的股民之外 更开心的应该是公司了 据说公司都已经提前把一年的工资都发了 我们来看看他业绩大增的原因 公告里面说是他的美国子公司 就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这个产品 通过自身渠道和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 并且跟客户签署了重大合同和订单 就是这个产品的销售收入的增长 给公司的业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21年的10月5号 九安在美国阿米克戎疫情发展的关键时刻 快速完成了FDA的审批 他成为了最早一批 获得上市销售资格的抗原检测公司 所以就受益了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和产品 需求的大幅增长 要知道目前在美国 欧盟 新加坡 还有中国 香港等等地方 都已经是在大规模使用新冠抗原检测了 并且他们是认可抗原检测阳性 作为新冠的确诊依据 不用再进行核算确认结果 就可以自行隔离并且用药的 那我们是在3月11号 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 这标志着我国新冠病毒抗原检测 也正式打开了 现在我们国家是在吉林和上海等等地方 把抗原检测作为区域核酸检测的补充手段 被广泛使用 也就是说在咱们这儿呢 核酸检测结果仍然是经标准 抗原检测只是地区初步筛查的配合手段 那既然这个东西这么赚钱 还有哪些企业在做它呢 新冠抗原检测的相关产益链 包括上游原材料 中游产品生产制造 和下游的终端销售 就是药店啊 检验机构啊 还有医院等等 那么从上中下游的毛利率来看呢 都挺高的 上游毛利率有90% 中游是60%到70% 下游的毛利率有50%到60%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 也是直接跟咱们消费者接触的 就是中游的生产企业和他们的产品了 那国内目前有这些企业 虽然抗原检测目前在中国 只是作为补充手段 但是呢 它已经在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非常活跃了 2021年海外大部分的国家 平均每千人 每日检测量在2到5次左右 部分国家或者地区 阶段性的检测量 可以达到10到25次 所以这个市场的放量是非常大的 那久安医疗是第一批出海的 抗原检测企业 目前FDA总共授权了 17款抗原自测产品的EOA 其中有三款是来自咱们国内 分别是九安医疗 东方生物和爱康生物 当然了 我们知道上游的利润更高 相关的企业有这些 居然有人一年能拿1.6亿的工资 我承认我酸了好吧 然后呢 他的同事有人能拿1.9亿的工资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现在咱们全球最赚钱的科技企业 苹果 它的CEO库克 年薪也就是1400万美元 咱们A股工资牌第一名的是 麦瑞的老板 年薪呢 也就是2517万 但是他们跟联想的高管一比呀 全都变成低收入群体了呀 这么大方的企业 想必一定财大气粗吧 可是呢 这个企业却需要把它上市融资来的 一大笔钱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也就是用于资金周转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呢 前天上交所公告 原本打算在科创版上市的联想集团 因为主动撤回了上市申请 所以就终止上市了 其实按照科创版企业的评价标准 只要研发费用超过6000元 研发人员占比达到10% 发明专利超过5个 那就算满足条件了 可以在科创版上市的 这些条件联想都是符合的 所以它干嘛要撤回上市呢 或许跟铺天盖地的舆论有关系 简单来说呢 就是很有可能是活活被骂跑的 而挨骂的原因 高工资绝对算是一个 因为联想的CEO杨元庆 是拿到了价值1.68亿的薪酬包 根据报表 联想还有一名高管 是可以拿到3037万美元以上的薪酬的 也就是超过1.9亿了 而联想的27名高管 人均年薪3400万 总共就是9.3亿 占到公司税前利润的7.77% 这回科创版上市 联想原本是打算融资100个亿的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这100个亿 也就够给高管们发10年工资啊 而且呢 联想的人力总成本是高达51.5亿美元的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330亿元 那上市就算融到了100个亿 全用来发工资的话 半年都撑不了啊 讲道理 工资高没有嘴 企业效益好 钱多 那高回报肯定是应该的 问题是 联想的钱并不多 它现在的负债率都高达90%了 而且呢 联想的大部分负债主要是应付账款 也就是说它欠了供应商的货款 总共有300多亿美元 其实呢 拖欠这个应付账款 也算是企业话语权的一个体现了 有很多企业都会通过占用上游的流动资金 来谋取更大的财务利益 有欠钱的实力也可以算是一种本事了 但这种本事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企业得在你能还得起的情况下主动拖欠 而不是说你没有钱结账了 被迫拖欠 可是联想呢 目前它账上的现金等价物就只有31亿美元 显然它是没有直接结账的这个能力的 它只能等着下游来结账 再拿着下游给的钱去偿还给上游 也就是说呢 得用应收账款的回笼去偿还应付账款 这就非常的被动了吧 如果下游回款不利怎么办呢 流动资金就会变得紧张 联想原本打算募集的这100亿当中 就有35亿是计划用来补充流动资金的 而除了财务问题 联想的科技创新能力的争议也是很大的 因为虽然现在名义上联想是一家科技巨头 但是它在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这些收入上 仍然是占到总收入的80% 也就是说本质上呢 这还是一家制造贸易企业 同时联想的研发投入只占到 它总收入的大约3% 3%的这个水平呢 在那种大型的制造贸易企业当中 也不算是最低的了 可是相对于创业版的12%的平均水平 或者是跟华为的15%的水平相比 那肯定是相去甚远了 伟大始于渺小 科技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是联想耕耘PC市场都30年了 转型科技企业的这个进度 是不是太慢了呢 这次联想在科创版上市未遂 具体的原因还没有定论 但我觉得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呀 如果它上市成功的话 你愿意掏钱去支持它发这1.6亿的工资吗 明明是自己存到银行里取的钱 结果呢却一分都取不出来了 这种事情对任何人来说恐怕都是一个噩梦 最近这一幕就在现实中真实的上演了 而且数额居然高达28亿人之多 所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既民可信旗下的两家公司 山河药业和恒生之药最近有反应 说他们存到银行里的28亿人的存款 在他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居然被他们的开户银行 叫做博海银行南京分行的 用于给另外一家叫做华业实话 南京有钱公司的提供了票据融资担保 更可怕的是因为那个华业实话没有能够如期偿还其中一笔到期了的债务 那作为所谓的担保方 山河药业和恒生之药公司账户下的4.5亿元的人币 已经被银行给划扣了 原来早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这个博海银行南京分行就开始用山河药业的存款 给这个华业实话的票据融资做质押担保了 第一笔开票的金额是3个亿 随后呢陆续的把山河药业和恒生之药 存到他们银行里的共计28亿元的资金都用于了质押担保 但是对于这个事情人家存款方毫无知情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直到今年8月19号 山河药业接到了一个银行柜台打来的电话说 有人正在把他们的电子存款转为纸质存单 并且要以此办理质押 问他们是不是真掉办 那山河药业一听大吃一惊呢 压根就没有这回事嘛 立刻把事情汇报给上级公司 这才浮出了水面 那意识到出问题之后山河药业和恒生之药就试图 把他们存到渤海银行的钱赶紧提取出来啊 可是呢取不出来 接着跟银行核实之后确认了 他们一共有28元的存款被银行拿去做质押了 又与渤海银行南京分行进行了多次沟通 依然是没有结果 那么到了10月23号 这个事情曝光出来 接着到了10月24号的时候呢 居然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是发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声明 这个声明里说的是 银行发现企业之间存在了异常行为 所以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要依法寻求司法解决 还说银行会如如既往的 坚决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什么什么的 但问题是就算是没有金融常识人都应该知道 28亿元 在人家存款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分成了多次给到第三方质押贷款 这种事情没有多部门的协同合作 单靠一个人一个部门要怎么做到呢 绝对不仅仅只是企业间的异常行为好吗 并且人家记名可信都已经表示过了 8月21号的时候 他们集团跟博海银行南京分行正面交涉过 当时交涉的时候 华业实话的负责人也在场 交涉过程中华业实话的人已经承认了 说他们从来没有跟记名可信任何人员有过任何接触 与博海银行南京分行则是早有沟通 而且还描述过他们是如何在记名可信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他们集团的存款办理质押的细节 然后呢媒体还进不得调查 发现这个华业实话可能还是一家假央企 因为按照股权穿透这个华业实话是中国石油集团的孙公司 但是中石油集团的子公司华昌志业曾经在9月26号发布过一个声明 表示说他们发现有不法分子冒用公司的名义虚假注册 那反正现在这个事情是各方都报警了 我们当然是希望监管方能够给大家一个可以幸福的答案 我们也希望能够严惩有关责任方 因为毕竟这个案件的情节太恶劣了 影响也太坏了 不仅仅只是博海银行一家的事情 它也会让民众对整个银行系统产生不信任 而且呢近些年来银行内鬼频发 不严惩不足以警示后来者 也会给我们的资金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你说呢 35岁失业了 死活找不到工作 怎么办呢 董明珠的建议是去创业呀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了呀 有网友说 董小姐当初考大学时候你咋不报清华呢 还有网友更狠了 说创什么业 创业的镜头是贷款 贷款的镜头是老赖 老赖的镜头是跳崖 两年前的时候呢 失业了 大不了去开网约车 但是最近呢 深圳重庆等等多个地方 都发布了网约车风险预警了 因为运力已经远超需求 多地的日均接单量不超过20单 跑十多个小时 可能一天的收入只有200块钱 近三年来 网约车订单基本稳定 但是驾驶员证的数量 从2020年的289万 增加到现在的680万 单单2023年这一年 新增网约车司机就高达148万 数据显示 90%的网约车司机 每天的在线时长超过12个小时 可是呢其中有63%的司机 月均流水在8000元以下 这可能就是官方下场 劝退的主要原因了 另外还有呢 2019年的时候 咱们全国有700万的外卖小哥 现在这个数字达到1300万了 以前点外卖的 现在来送外卖了 小哥是边跑边诉苦啊 客单价又降低了 所以呢当网约车跟外卖 这些灵活就业的蓄水池 都满了的时候 失业了 到底该去哪里呢 干招聘业务的boss职聘去年就因为访问量太大当机了 因为想要找工作人太多了 一年就新增了4900万的用户 全年的净利润将近11个亿 同比增长925% 全部都创下了纪录 可是谁知道今年更狠 一纪录的净利润就有5.3亿了 达到去年的一半了 月活用户数同比又增长了17% 再想想今年史无前例的1179万的毕业生规模 恐怕boss职聘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智连招聘发布到2024年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里面显示 有47.7%的人是希望进入到国企工作的 这个比例位居各类型企业之首 超过半数的毕业生认为 工作稳定是最重要的 比去年又提升了10个百分点 看来宇宙的镜头还是编制啊 而说白了 这个现象的根源 恐怕还是因为最大的那个就业蓄水池 民营企业经营有压力 信心上又不足 最近呢 在重要会上最高层也表态 说要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 这个说法值得细品 促进就业 同时还要促进创业 说白了 没有工作机会 哪里来的就业机会呢 而几天前 最高层还提出了一个犀利问题 独角兽企业的新增数量 为什么会大幅下降呢 2017年 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数量 曾经超过美国 但之后呢 就被美国越甩越远了 新增的独角兽企业变少 那说明 创业的范围不够了 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风险投资不爱玩了 在十年前 就靠着风投 一大批的互联网公司 火出了圈呢 但这几年呢 风投行业几乎团灭 美元基金干脆就退出了 而国有资本不太可能 救到初创企业 那剩下的 不就只有那些既不想消费 也不想投资的居民存款了吗 因此呢 有学者判断 说高层很可能会再推动一次 创业浪潮 在4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上 就明确提出 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 风投被写进高层会议 本来就很罕见 而风投的背后是什么呀 不就是创业吗 这么来看的话 董小姐说的创业 似乎有道理哦 但是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有资本有眼光的人才能创业 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恐怕还是得当打工人 然后呢 最近人社部也发了一条公式 你增加网络主播 滑雪寻救员 用户增长运营师 等等19个新职业 网络主播是第一次 从国家层面上 正式承认为正当职业了 旧的蓄水池装不下了 新的就业蓄水池就出现了 那如果35岁失业了 是不是也可以看看 这19个职业里面 有没有能干的呢